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哥哥就去工地打工了 可呢工资也没能及时到手 家里就没钱每米了 我呢就是走在大街上去想寻找一份工作 可因为年龄小啊 就是连那个饭店的服务行业都不要我 还记得吗我就向老板祈求 我说别看我小您放心 洗盘子洗碗洗菜的活呢我都能干 并且都能干很好的 只要您收下我工资少给一些也行 老板呢一摆手就说到 我要是供你了那就贪事了 没想到呢就连饭店这个服务行业都不要我 又不是不要你是不能要你 那不用同工吗 对对对 就这样呢 那个时候呢我们家是已经三天 接不开锅了 没有一粒粮食 我和我妈妈呢每天都是用水来冲击 我一见到水呢我们就想吐 都达到这种程度了 我呢就是失落地走在街上 饿得我呢就是拼命地呼吸着 从林街的饭店里飘出来的那个菜香味 不住地咽着口水 那个时候呢就是不喂什么大鱼大肉 只要家里能做上一大锅 白花花的米饭 我和我妈妈呢能够饱饱地吃上一顿 我就感到很满足了 走在街上呢就在我为找不到工作 家里又接不开锅的时候呢 我就一脚踢到了一个饮料瓶子 我低头一看那眼前就是一辆 我一把呢就抓起了这个饮料瓶子 想到时光也不知见什么失去道德的事 我呢就毅然地走向了垃圾巷 开始了时光的生活了 他今年二十八 你多长年纪 我四十一 你过来 你把你的手伸出来 你比较一下你们俩的手 你看他的手跟他的 他这是二十八的人的手 看上去像六十七十的人的手 这是四十一的人 你摸摸他的手 我觉得就很不容易 很辛苦 其实只是不容易 哪个女生不想在家里 涂涂护手霜啊 是吧 然后让自己过得滋润一点 但是你们俩你看 这年纪差了将近十三岁 但是手比他老上了几十岁 是由马秋泉的手霜 老师擅沙 员悠重力 5丁